好了,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,那我们当然要说说正反比例的关系了,是吧?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总结的很好了,我们把总结的列成一个表,再看一看啊。 首先正反它有相同点,对不对? 首先它是什么呢?两个相关联的量,一个变化,另外一个也随着变化。 是这样的吗?它变化的幅度不一样啊。 好,那现在我们看看它的不同点。 第一个,变化的规律不一样。 我们说正比例是它的变化方向相同的,一个扩大,另外一个也扩大, 一个缩小,另外一个也缩小,并且你会发现它的比值是一定的。 那反比例它们的变化方向应该是相反的,是这样的吧? 因为最后它们的成绩是一定的。 接着,还有它们什么是,它们的关系式也能看出它的不同点。 这时候你会发现正比例要符合这个关系式,一定要注意啊, 正比例一是这个关系式,是Y除以X等于K,K一定。 那反比例关系是什么呢? 反比例的关系式是Y乘以X等于K,K是一定的。 那接着,哎,我们说从图像上也能看得出来,正是一条直线,反呢,是一条曲线。 我们为什么这个犯到最后? 因为其实通过这个去判断的不多,你不可能每一个都画出个图吧? 是这样的吧? 所以肯定根据上面这两个去判断,它到底是正还是反。 好了,那我们说如何去做这个题呢? 我们说它正反比例告诉你关系,它一定会是给你好多好多让你去判断。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。 正反比例啊,说实话,它考成题呀,考的还真不多。 它如果要是真的去正反去考题的话,那其实就比较属于奥数和升学的题了,就比较难了。 应该会结合用题去考,是这样的吧? 但是在我们的课内,其实正反比例这话考的最多了,就是给你一句话,给你两个量,那你去判断它到底是正还是反。 所以啊,如何判断呢? 来,记住了,有几个步骤。 第一个,一个是两种量。 哎,我们画好啊,几个因素。 第一个一定是两种量。 第二个呢,一定必须得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关联。 如果它不关联,它一定是不成比例。 是这样的吗? 比如说举个例子,比如说小明的这个身高和年龄。 有人说这个身高,增高,年龄,年龄增大,身高确实也跟着增高,是这样的吧? 那你能找到他们之间的关联,就是那个关系式吗? 就是除法或者承法的吗? 真找不到。 所以我们会发现,这种就叫不成比例,对不对? 好,那如果两种相关联了,那接着我们就看看,一定要写出他们的关系式。 怎么写呢? 那可能会写出很多种关系。 有加的关系,减的关系,有成的关系,有除的关系。 这块最容易错的,我们要画下来,就是加减的关系。 你就想想,如果两个加起来,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,比如说现在我们会发现,比如说五加三则八,当八一定的时候,比如说一加七也则八。 那你看,是不是一个增大,另外也跟着缩小呀? 那比如说一看这个,它就是反比例,可不是。 我们说什么叫反比例? 它一定是,哎,成鸡相等。 所以加减的关系特别容易迷惑你,确实增,就是,就是变化的幅度。 你看,如果他俩是加的关系,哎,确实变化的幅度好像跟这个成的好像是一样的,但是它不叫,哎,反比例啊。 好了,如果是加的关系和减的关系,一定都是不成比例的,这一定是他们最重点,也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。 第二个,哎,如果他们是成的关系,你看看鸡是不是一定的,如果鸡不一定,肯定是不成比例,如果鸡一定呢,那它就是成反比例。 如果是除的关系,你要观察,哎,伤是不是一定的,笔值是不是一定的,如果一定,它就是正比例。 所以这一块我们就会发现怎么判断呢?有三步,对不对? 第一步,两个量,第二步,相关联,到底怎么关联? 哎,不关联肯定是不成啊,如果相关联要写出关系式了,是这样的吧? 找到关系式,再找,它到底是鸡一定,还是商一定,再判断是正比例,还是反比例。 二代说,你说这么多,我记不下来,OK,来,田老师给你一个知识口诀。 正反比例莫慌张,一找二写三计算,什么意思呢? 一找就是找,哎,他们是否相关联。 二写是什么呢? 就是,哎,把这两个的关联的,怎么关联的给它写出来,什么叫三计算? 因为有时候啊,它一向你看不出来,可能你需要计算一下,哎,他们的关系你写出来了, 但你必须通过计算一下,你才能发现,它到底是鸡一定还是商一定? 所以有的时候,它不是直接给你的,你也计算一下。 好了,哎,如果是商是鸡是关键,对,如果他们虽然写出来了,哎,你会发现有关系了,但如果它不是商和鸡的关系,那肯定也是不成比例,是这样的吧,哎,商,那就是正,鸡,那就是反,这样就好判断了。 好,记住这个口诀,我们再念一遍啊,正反比例莫慌乱,一找二写三计算,哎,是商是鸡最关键,商正鸡反,好判断。 好了,根据这个,我们看看。 首先呢,我们在做题之前,老师先给大家补充一下,就是在凹速拓展部分,哪一块用正反比例用的最多呢? 其实就是我们的形成问题,形成问题的三个量,正反比例,它是有关系的,路程速度和时间啊。 首先,我们能发现形成问题最最关系的关系是,就是路程等于速度乘时间,是这样的吧? 那根据这个,我们思考一下,如果现在路程一定,路程一定的时候,它俩什么比例啊? 你看,首先,它直接给你写出关系式了,对吧?那路程一定是不是,消明它的成绩一定啊? 所以它俩肯定是成反比例关系的,那就说明速度,比如说两个人速度的比,如果是三比二的话,那他们时间比一定是二比三。 你这么判断,速度大的时间肯定怎样呢?哎,时间肯定用的短嘛,对不对? 好,第二个,如果当速度一定的时候,你想当速度一定的时候,它俩什么关系呢?哎,最关键是找成绩或者找伤,找成绩能找得着吗? 它俩好像成不了级,那它俩能不能找到除发关系呢? 你得把这个算式变一下形,所以现在你就知道,哎,路程除以时间是不是应该等于V? 现在V一定啊,那什么伤一定?所以它们肯定成的是正比例。 那最后一个,肯定是当时间一定的时候,它俩什么关系呢? 还是找成绩,还是找伤,肯定还是伤,那就是S除以V应该等于T。 所以T一定的时候,那它俩自然就是成正比例。 所以通过这块,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关系是可能有一个,那接着你要怎么办呢? 你要通过不断的变形,你就找到底是能变成伤的,还是能变成成绩的,再判断到底是正比例还是反比例。 好了,那来,我们赶紧判断一下啊。 我们,嗯,我们说L4这道题可能判断了好多种不同的类型,这些都是我们在考题里,老师从考题里给大家摘,摘出来的,基本上就全部覆盖住了啊。 虽然4题多,但是我们刚才根据刚才的都判断的出来,比较好判断啊。 所以千万不要烦,不要着急。 我们说判断X和Y到底成什么比例? 好,你会发现,哎,全都是关系是。 那如果这不是X和Y,A和B啊。 好,第一个我们会发现X和Y成什么比例呢? 首先我们先想想,第一步是不是关联? 它其实这么一写好,就说明它肯定是关联的。 所以这款先不用你判断。 第二步,哎,就是找这个,把它关系是写出来。 它已经也给你写出来了,所以第二步也省略了。 所以我们直接做第三步就完了,就是找成绩或者是,是这样的吧。 第一个是成绩一定,所以你就知道它一定是成,哎,反比例。 第二个你会发现,哎,上一定,那肯定就成的是正比例。 第三个你发现,哎,加法这一定,那当然,哎,最容易错的,不成比例。 那简法这肯定也是不成比例啊。 好,现在我们看看这个,第五个就有点绕了。 那它写成这样的形式,没有写是X乘Y和X除Y的,怎么办呀? 你自己变一下形。 这块你看,一定能变成的就是Y除X的3。 所以变完形,你就知道,这肯定成的是正比例。 那第六,第六个题还是一样,你自己要变一下形。 是,是除法关系还是乘法呢? 哎,这个时候你会发现,其实这应该是被除数,除以除数的一伤。 所以它俩肯定做的是乘法关系,所以X变成了X乘法的六,那自然就推出的是反比例。 好了,那接下来两个,同学们先自己去改改形式,判断一下,回来我们一起对答案。 好,同学们做完后,后两个了吗?来,我们看看这个啊。 对,最关键你要找到是X和Y什么关系啊? 一看就是乘法,那X乘Y是不是的4啊? 所以这是肯定就是反比例。 最后一个啊,我们说A和B什么关系? 哎,这个其实就用到了比例,是这样的吗? 那它可以用比例的基本性质呀,哎,交叉相乘,基相等。 所以肯定是A乘B得30,那乘法关系,基相等,那自然就是反比例。 好了,那有些人说,我们刚才判断的时候都没用到第一步,判断两个是否相关联, 也没用到第二步,我们要把这个关联写出来。 哎,为什么呢? 因为它是那样的,算是给你写好了。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,你就得做前两步了。 好,那现在我们赶紧看看啊,说9,一个非零的数和它的倒数。 首先,它们肯定是相关联,我们能判断出来,对吧? 好,第二个,我们要写出它的关系式。 一个非零的数和它的倒数,比如说A和它的倒数就是A分之一,是这样的吗? 那能写成什么样的关系式呢? 哎,这时候我们就能写出一个关系式,是不是两个这个这个A和这个倒数相成,是不是成绩得一啊? 这其实就是倒数那个意义嘛,是吧? 就是首先成绩为一个,两个数互为倒数,对吧?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,它俩是什么关系呢? 它俩是不是成绩是一定的? 所以这时候它一定成的就是反比例。 所以你看,这个时候就得用到了前两步了。 好,接着我们看一下10和11,它肯定是相关联,对不对? 好,那我们把它关联那个算式写出来啊。 周长和半径的关系,周长应该等于2πr,面积应该等于πr方。 好,那现在我们想想周长跟r之间什么关系? 这个周长跟r之间肯定是除法,所以给它改成c除2的2π。 哎,别看π是字母,但人家π是一个定值,是这样的吗? 它叫圆周率啊,所以它这是一定的,那自然它就成的是正比例。 那下一个我们看看,哎,面积跟半径之间,s如果除以r的话应该等于什么呢? 哎,你就把两边都除r的话,那这边是不是还剩一个πr呢? r这个一直在变,所以它一定是个不变量。 那这个就叫不成比例。 好了,那前四个我给你写好了,后面还有几个同学们先自己说说, 待会儿回来我们一起对一下它。 好,同学们做完了吗? 我们一起看一下啊。 那还是一样,圆在同一个圆中,人家为什么要说在同一个圆中? 因为在不同圆中呢,它俩就没关联了,对吧? 所以在同一个圆中,你会发现直径跟半径,我们直接就能想出来,直径除以半径得二,所以它就应该是正比例。 好,下一个啊。 工作总量一定的时候,我们要首先它是关联的,写出关系式,那工作总量应该是等于工作效率乘以工作时间。 所以通过这块,我其实我们也把之前的一些用题啊,这些相关的复习了一下啊。 它俩相称等于它成绩关系,成绩一定,所以肯定成的是反比例。 好,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明的身高会,比如刚才说了,他们叫,哎,不,就是,就是,就是不关联是这样的吧,根本写不出那关系式,所以肯定是不成比例啊。 接着第十五题,这道题考试的时候出过无数次,说一条长为两千米的公路,已修好的部分和剩下的部分。 好,那我们想一下,首先它们是关联的,写出关系式的话,应该是已修好的部分加上剩下的部分,应该等于二,加法关系,啊,这个是不成比例啊, 一定不是成和除的关系,那都是不成比例,哎,所以这块它为什么考,因为很多同学就误以误认为,那一个随着另外一个变大,那他就叫正比例,一个随着另外一个大一个小的就是反比例,那可不是,一定要找到成和除的关系。 好,第十六题,购买同一种,呃,电脑的台数和前数,好,你就想,既然是同一种电脑,说明什么是不变的,哎,单价不,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,前数除以台数,等于,单价,单价一定,那自然就是正比例,好了,最后一个,搬机人数一定,每行站的,每行站的人数和站的行数,那你就想,它们的关系是什么呢? 那每行的人数乘一行数,是不是就是它们搬的总数,总数现在一定,那自然成绩一定的时候,成的就是反比例,好了,虽然题多,但这一块我们把,哎,几乎全部判断类型就都学完了,好了,那最后一个,也是今天的我们最后一个题,四个星,说明肯定还是, 但是,其实这个题的难度还没有上到题多呢,但是,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也会这样去考,就是,嗯,就是说,它除了让你判断正反呀,那可能还有画图啊,相结合啊,属于一种综合的题, 好,那如果现在呀,一条彩,彩带,每米长两米,每米两元,购买两米三米,分别需要多少元,首先啊,你先填个表,那我们先填个表呗,哎,那一米就是两块钱,那两米就是二乘二,那就是四块钱,那这块就是六块钱,八块钱,十块钱,加点点,就不写了,接着,它说,嗯,把上表的长度和应付的钱,所定的点描在右图中,并且顺次连接,那好,来,我们描一下, 描一下图啊,它都给你画好这个表了,就方便,有时候不给你画好表,我们呀,也要会,横做表述,纵做表,画好,把这些标好,好了,那现在我们看一下,哎,零,零元的时候,那就是零,肯定就是这个点,然后一,这个,这个一米的时候,就是两元,我们看一下啊,一米的时候,长度为一米,就两元,应该在这个点,两米的时候,四元在这个点,三米的时候,六元在这个点,四米的时候,哎,八元在这个点,五米的时候,十元在这个点, 所以六米,十二元,我们,哎,这个时候,哎,你画也行,不画也行,我们只要把这些点连在一起,发现,哎,是一条直线,一条直线一出来,我们心里就有数了,肯定是正比例嘛,对不对,好了,它现在说,有图,有图中知道,什么是一定的呢,哎,那肯定什么一定啊,每米两元,单价一定啊, 所以单价一定的时候,什么跟什么,成什么比例啊,哎,那肯定是,哎,我们能找到一个关系,关系就是,你发现,哎,它的这个,元数,呃,除以它的这个,长度,哎,长度米数,它就应该等于,单价,现在你单价一定了,自然就写出来了, 那它应付的钱数,你按照它这个写啊,应付的钱数和,长度,成的,应该是正比例,好,回答最后一个问题,小花现在如果只有七块钱,那只能买多少米的彩带呢,哎,你可以通过这块算出来,比如说,呃,每米两块钱,那七块钱用七除以二,直接三点五,当然可以,你也可以看,看一下图,你看,它现在有七块钱呢,我们找一下啊,七七七七七,这呢,是这样的吧, 那七块钱对应的点是哪一个点呢,哎,我们再上一期学过,你通过读图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,对应的是这个点,那对应的就应该是,你看,三跟四之间,那还是三点五米,所以这个题就做完了,好了,今天你会发现啊,不难,但很零散,是这样的吧,所以这时候,小小花,哎,这个我们甜甜老师大总结的时间啊,就非常重要了,这块老师给大家编, 编了一个,就像我们上学期一样,编了一个顺口溜,我们看看,两比相等,叫比例,哎,这就是解释了,比比例是什么,首先,两个比,比第二个相等,内向等于外向基,这是什么呀,哎,比例的基本性质很重要啊,它能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呢,可以组合比例,啊,判断正反看关联,好了,那,接着到这儿,就是该正反比例了啊, 判断正反看关联,第一个一定要先看是否是关联的,一个随着另一个变,哎,一个随着另一变,然后接着呢,嗯,但是这句话能不能用来判断是正和反呢,可千万不用这句话,很多人能用这句话来判断,可不是啊,一定要用下面的话来判断,哎,伤正积反不能变,一定要找伤和积,伤就是正,积就是反,这个时候, 而且他还得不变,所以这个时候正和反就判断出来了,好,本讲考点是什么呢,本讲其实最重要的考点呀,是正反,就是正反这块,给你好多的那个话,让你去判断到底是正和反啊,哎,比例其他下讲解,好了,那剩下的比例问题,我们当然就下一讲讲了,通过这块,老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,我们说,其实我们今天讲课分为两个环节,第一个呢,就是讲的是, 比例和性质,其实最最重要的一个考点,就是解比例,是这样的吧,还有足比例,接着呢,正反这块,其实最重要的考点,不是例五那样的题,而是例四那样的题,怎么去判断,那怎么去判断呢,可千万不能根据这个去判断,而根据的是,第一个找关联,写出关联式,接着看一下,到底是伤还是机是一定的,就判断出来了,好了,说了这么多,那我们赶紧轻松一下吧,第三板块,小花叫你露一声, 有的认知怎么什么都没写呀,来,我们今天做的就是一个神奇的题,什么题呢,这个题啊,叫必胜,我们说呀,很多题,它都是有必胜策略的,嗯,比如说,如果你想到必胜的策略呀,那你就怎么玩都会赢,是这样的吧, 所以田老师这块教大家一个游戏啊,说如果现在我们家有个圆桌,特别圆,一定是很圆的桌子啊,说在这个圆桌上呢,或者你如果是正方形的桌子,其实也是一样的啊,那正方形的桌子就不是很合理,一定要是圆桌,说现在呀,我们怎么办呢, 咱们两个人玩,说咱俩啊,就往上面放硬币,而且硬币都是一元的,你不能五毛的什么的啊,哎,咱们硬币,咱们都放一元的硬币,规则就是,嗯,谁先放都可以,哎,你可以选择你先放,然后我也可以选择,是这样, 然后说呢,规则就是,大家都往上放放放放,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桌子店是不是越来越少,是这样的吧,好了,那接着,谁你会发现先被店放了,哎,谁先被店放了,那这个人就输了,好了,就是这么一个题,我想问问,那如果是你的话,你有没有特别有把握的一个方法,你一定能赢呢,好了,那同学们先思考思考, 下一节我们再公布答案,好了,这节我们就先学到这儿,那我们请听下回比例的分解吧,同学们,我们再见咯